相關消息,警方說昨晚至今晚9時,一共有68人就佔領行動自首。 另外10個佔領人士說,星期日在龍和道衝擊時,被警方不公平對待。 10人當中主要是學生,他們聲稱星期日晚打算離開龍和道時,被警員用警棍打,頭部及腳都受傷。 星系研究會否向投訴警察課投訴。 我被人擲住了,我已經在地上動不到。 被捕前被警棍打,左腳上方的大腿位置。 我感覺到有腳踢,踩,有一隻手這樣抓,去握我的左眼。 我直接說,你打就打,為甚麼要弄我的眼睛呢? 我可能隨時是慢的。 還要拔我,扯我的頭髮,撞到地上。 就扯出我的頭髮,在那邊踢。 咦,我認得你喔,你不是那個惡事? 現在很帥,做警察啦。 這樣都被我抓到喔。 謝謝大家。